好 接下來小飯飯 有問題是 我覺得我的問題是 太瘦 沒有 還有一個 也是我很大的問題 她看起來很像在河邊洗衣服 因為我本身就是 我一直覺得說 我的頭髮問題一直困擾我很久 因為之前老師也有說過 就是我的頭是屬於 比較不好整理的 然後我頭髮髮質就是偏細軟 然後又有自然卷 所以我每次就是 出門前要做造型的時候就覺得 好懶喔 花半小時左右 就用我的頭髮 因為我就是想說不想那麼毛 所以我就是吹 用電棒 然後反而就更乾澀 就我覺得我的問題比薇如更大 然後我也聽很多朋友說 就講說那妳就抹護髮了 我就聽一大堆護髮產品 然後我就覺得說好 那我就是一直用 摩洛哥油 什麼護髮油 什麼好用的我通通都抹在上面 可是我就覺得效果基本上都 不好 沒什麼效果 所以我想說老師 我是不是從根本要做起 我想說是不是我沒有用對洗髮精 妳跟薇如的情況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薇如的先天條件頭髮很好 對 很多 很密 小范范頭髮是比較細 比較軟 所以她選擇洗髮精 它要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 這個它是精油洗髮精 它是可以比如說修護妳的髮質 洗完頭之後 因為它的質地它滋潤但不油膩 而且很香 超香的 就是精油的味道 非常非常香 然後再來是它可以讓妳頭髮 有光澤度之外 因為它可以提供絞蛋白的 這些營養成分 所以其實這可以是妳日常推薦 我可以推薦妳使用的 洗完頭髮也會蓬鬆 但是妳的頭皮或妳的頭髮 妳一個禮拜要做一次到兩次的 深層清潔 但是又要再買另外一罐 不是 因為這個新妹姐一定會喜歡 它是無泡沫 無泡沫 無泡沫會覺得好像沒洗乾淨 錯 妳真的要Out 對不起 我們在那邊 無泡沫洗髮精是未來的趨勢 而且更環保 更環保 這個它叫做潔淨乳 然後它完全是有機的 這個潔淨乳非常特別 非常適合妳們懶人 但是快速可以清潔 又可以讓妳頭皮健康跟蓬鬆 它就是直接把它抹在頭皮上面 按摩 不用理它 去沖完水 吹乾就好了 如果妳的頭髮不是 極度嚴重打結 漂 像強烈黛普它就要用潤濕 但即使是到微乳 它都可以不用用潤濕 它還可以去除 妳頭上的一些油脂跟髒的東西 可是它是用乳化的方式 然後它不是用把它推掉的方式 所以這兩個是我現在非常非常推薦 然後再看它 那麼她就要來 那麼老闆